穿黑色尾頭的男子 手拿鐵棍 往飲料店冰櫃 大力一揮 玻璃瞬間碎滿地 接著男子進到櫃台 不手軟繼續砸 值班女員工嚇得 用雙手遮住臉轉過身 生怕不小心被波及 飲料封口機被砸到鐵架 凹陷整間店就像被颱風 掃過一般滿目窗移 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 要在晚上9點多公然砸店 吵架嘛 就是吵架就打一打架 只是把前面砸一打 他父母說我們賠錢就算了 位於台北市北投玉民一路上 一間連鎖飲料店 29號晚間布米園 因遭附近鄰居拿鐵棍砸店 店長無奈 因為砸店男子脫序的行為 已經不止第一次 只能罵那個喇叭說 罵我的聲音就從這邊傳出來的 我們也是跟他澄清說 沒有 我們不認識你 不可能罵你 砸了將近A40多萬 砸店的張心男子 住在飲料店附近 情緒不穩就會失控 家人也拿他沒轍 但看在鄰居的面子上 店家忍了好幾個月 這次才決定鐵勒心報案 要讓張心男子 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 周天杰坦克蒙 台北採訪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 作詞文字幕提供